112年第三次全国青少年继少年软式网球排名赛 将在6月8号到12号在凤林镇网球场来举行 而本次赛事参赛选手有来自全国各县市 将近有400多人参赛 凤林镇软式网球协会赖里市长表示 欢迎喜爱网球运动的乡亲 为来自全台湾各地的网球好手来加油打气 花莲县凤林镇软式网球近几年在花莲县政府体育会 凤林镇公所以及软式网球协会的推广之下 逐渐未为风潮 许多学校也热烈参与软式网球运动的推广 6月8号到12号在凤林镇立网球场 以及凤林国小网球场盛大举行 全国青少年男女软式网球排名的精英好手也都会上场比赛 在6月8号到12号中华民国软式网球协会 会在我们凤林镇办理全国青少年及少年软式网球排名赛 在这个时间也希望花莲的乡亲 以及全国热爱软式网球的好朋友们 能够到凤林镇为所有的选手们加油 凤林镇在108年办理第一届的软式网球国际赛 打响了凤林镇的软网名号 在全镇国中小学积极推广软式网球的风气之下 各级赛事均获得优异的成绩 第三次全国青少年软式网球 将在凤林国小及凤林镇立网球场举行 期盼花莲的选手能够在故乡 球场上尽情的发光发热 记者淋结凤林镇采访不倒